说到T Station加州茶站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在这里点上一壶香浓的茶饮 谈公事或者是与朋友小聚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在这炎热的夏季 他们又有什么解暑新品 要推荐给大家呢 目前现在我们现在这一家店 是我们的第九家分店 我们总共有十二家的分店 那这一家是位在City of Industry 工业市的Gale上面的试剂广场 那很高兴中旺电视 到我们这边来采访 我们这里的分店 那前一阵子呢 因为台湾有发生一些塑化剂的关系 那也让很多消费者 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恐慌 那我们特别呢 为了因应这个塑化剂的事件 我们在从六月初开始 我们就开始不断的推出去 重新去研究很多 跟新鲜食材新鲜的水果 当令的新鲜水果 然后来跟我们的茶来结合 所制造出来的一些饮料 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让消费者更放心 当然我们原本的产品 本来就是通过FDA 所有的检验都是合格的 我们不担心这些 但是为了要让消费者 能够更放心 更安心的来采用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又特别的去研发出新的 跟新鲜水果结合起来的茶饮料 比如说我们目前依照当令的 这个新鲜水果所研发出来 有一种是哈密瓜绿茶 我们用哈密瓜直接的果肉 跟我们的绿茶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是凤梨绿茶 是用凤梨直接裹肉下去 用果汁机去打 然后配合绿茶 一起把它做出来 除了这些 加州茶站也特别推出 每月都不同的特价饮料和餐点 将实惠让利给顾客 我们T Station加州茶站 每月都会推出 有三种不同的特价饮料 还有三种不同的特价餐 来回馈给大家 那每一个月 因为每一个月都是不同 像最近的饮料 就是用白桃跟乌龙茶结合起来 我们叫做白桃乌龙 那另外一种就是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喝的那种 叫做养乐多绿茶 我们叫做多多绿 类似像这一些 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 希望让很多我们的客人都能够 每一个月都能够喝到 不同的特价的饮料这样子 那当然很多客人 他也会舍弃 他不愿意 他就是喜欢喝他自己 原本喜欢喝的饮料 T Station还推出了自己的Gift Card 并办有满洲送的活动 为了推广环保的意识 他们也特制了这种酷乐杯 当年要外带饮料的时候 只要带上这个杯子 就可以折扣50C 减少使用一次性饮料杯的机会 同时也省了钱和乐不为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